各位听友,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的长篇修征玄幻小说《仙逆》 作者 尔根 演播 丸子 冯宝宝 后期制作 云曼 243集 是你 王林点了点头,也没说话 而是起身来到后方 在那里有一个大框,里面全部都是金银之物 王林随意的拿起一块金子,回到了铺子内,放在大牛父亲的面前 大牛父亲看到金子后,顿时一睁 连忙说道 用不了这么多,王家兄弟,你快拿回去 我只借三十两银子就够了 在他看来,这金子少说也有十两 与他所需超出太多 王林拿起酒壶,笑道 曾大哥,这钱不是借你的,而是我的买酒钱 从今往后,每天一壶 你这果子酒不错,十年的酒钱也值得了 大牛父亲犹豫了一下,脸上露出激动之色 说道 王家兄弟,这 大牛眼睛一翻,说道 爹,你就拿着吧 王叔卖一个木雕,就值十两金子了 大牛父亲再次瞪了大牛一眼 随后深吸口气 他拿起酒壶狠狠地喝了一大口 点头说道 王家兄弟,什么十年八年的 只要你在这里住一天,我就每天给你送一壶过来 王林倾笑 看着眼前的父子二人内心渐渐不再寒冷 慢慢有了一丝暖意 这一夜 大牛的父亲喝了很多 两壶酒显然不够 大牛在一旁伺候着 一直到拿来第十壶后,才够喝 最后大牛父亲喝得醉倒过去 但手里却一直紧紧地握着金子 被大牛扶着,回去了 临走前,大牛悄声对王林说道 王叔,我家这酒可多了 我爹不让我告诉别人 实际上,我家地窖里有好几大坛子 都是祖上留下来的 听说地底下还卖了不少 要不是我爹坚决不让卖 我娘也不会让他来借钱的 送走了大牛父子 王林坐在火炉旁 内心忽然颇有感慨 十两金子 对于凡人来说是一大笔钱 可对于修士来说呀 却是犹如粪土 看都不会去看一眼 他静静地坐在店铺内 拿起一块木段 右手刻刀挥洞 雕刻起来 时间匆匆 又是三年过去了 大牛家的店铺 扩大了一倍有余 生意果然如大牛母亲所想 比以前好了很多 可这生意一旦好了 大牛的闲暇时间便少了起来 整日里都要随他父亲打铁 只有关店之后 大牛才有时间拖着疲劳的身子 拎着一壶果子酒来到王林这里 看他制作木雕 大牛的身子许是这几年打铁的原因 越加地装饰起来 十七岁的小伙子 即便是大冬天的 也只是穿着薄衫 丝毫不觉得寒冷 只是他的父母 脸上的皱纹渐渐多了起来 王林的相貌 也与六年前有了变化 他看起来已然不是青年 而是步入中年 脸上渐渐多了一道皱纹 这是他刻意以法术为之 毕竟啊 若是一个人六年间相貌 没有丁点变化 那么对于四周的这些 善良淳朴的邻里来说 将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 在这后三年来啊 徐涛来此的次数渐渐多了 几乎每个月都要过了一次 奉上大量的金银之物 以及美酒 拉拢之意不言而喻 诗而话中啊 点出这些东西 都是世子殿下孝酒 对于这个世子 王林没有半点兴趣 他之所以留在京都 目的只有一个 那就是体会 凡人的感觉 从而使自己的修为得到突破 凡人间的权势争斗 以他的身份 实在懒得参与进去 这一年深秋 街道两旁的几棵柳树 树叶被风一吹 花花声响中慢慢脱落 被风送出老远 成为了无根之夜 整个街道上随处可见落叶 王林从店铺内走出 他身上穿着厚厚的衣物 头上戴着一顶皮帽 此时若是有赵国 或者楚国之人看见王林 断然无法认出 死人就是当年叱咤风云 杀人无数 满手血腥的 杀心王林 即便是一些与他厮杀过的修士 也绝对无法认出 此时的他 看起来与凡人没有任何区别 这不是外表相似 而是神似 甚至连骨子里 都没有什么不同之处 经过六年的化繁 王林已然彻底的成为了凡人 现在的他 面容略显苍老 虽然身子依然挺拔 但看起来 与忙碌一生的中年凡人 没有任何区别 只有一点 他与凡人略有不同 那就是他的眼睛 黑白分明 没有任何杂色 引有一丝亮芒 使得他整个人 看起来有股不凡的感觉 这后三年 王林没有打坐过一次 没有修炼过一次 即便是身体外的红雾 也早在两年前 便被他不知不觉中凝炼完成 化作血色珠子 被他收入了储物袋内 出了店铺 铺面风一阵 带着秋季的寒衣 王林把领口紧了紧 关上店铺门 随后慢吞吞的向着远处走去 这时 这时对面铁锯铺子走出一个颇为壮实的小伙子 他手里拎着一桶废掉的木炭 出了店铺后立刻看到了王林 于是咧嘴一笑 说道 王叔 又去停歇 王林转过身 笑道 大牛 给我拿壶酒来 小伙子应了一声 把手里的木炭倒在一旁后 匆匆走进店铺 没过多久 便拿着一个酒壶跑了过来 眼露关切之意 说道 王叔 你上了年纪 这酒啊 少喝点 喝口暖暖身子就行了 王林含笑点头 接过酒壶拍了拍大牛的肩膀 转身慢慢的离开 大牛看着王林的背影 心里有股苦涩之味 这六年呢 他眼中那个无所不能的王叔叔 已经老了很多 他一直到现在还记得 六年前的王叔叔 那充满英气的面孔 以及仿佛星星一般的眼睛 一个个栩栩如生 活灵活现的木雕 在其手中成形 他一直记得 王叔叔曾经说过 等赚了大钱 回去去等他的媳妇 可是转眼间六年过去了 大牛始终没有看到王林的媳妇 对此 他没有再过询问 大牛叹了口气 转身回到铺子内 他爹也有些老 店铺的主要工作 现在都是他在干活 即便是关上店铺后 也有很多事情要做 少年时期养成的 经常去看王林 制作木雕的习惯 已然无法继续 只是每隔几天 抽出一些时间 跑去陪陪 这个孤独的王叔罢了 深秋季节 风中透彻寒意 王林一路慢吞吞地行走 过了少许 终于来到了街口的一间客栈内 刚一进去 客栈内的店小二 一个肩膀上搭着毛巾 颇为机灵的小伙子 立刻笑道 王掌柜来了 快请见 王林进了房间 摘下皮帽 笑道 我可没银子打赏 你再热情也没用 店小二黑黑一笑 说道 瞧你说的 掌柜的都吩咐了 靠窗东手第一位 永远给您留着 说着 他快走几步 来到东手靠窗的位置 手中毛巾在上面一扫 弯腰退后 王林坐在长灯上 时间不长 便小二便端上几盘小菜 另外奉上一个小炭锅 锅中烧着沸水 王林把手中酒壶放在小锅中 开始暖酒 时而到处一杯喝下 王林就这样坐在这里 看着陆续有人进入客栈 渐渐的 客栈内人越来越多 过了大约半个时辰 几个拉琴说唱的戏子 从后屋走出 这几人一出现 顿时客栈内叫好声连连 颇为热闹 这些戏子中 有一个女子相貌 颇有几分姿色 客栈内的大部分人 实际上都是为了看她而来 这女子美目流畔 水秀舞动 便开始的吟唱 子女声音颇为动听 引得客栈内的酒客 连连叫好称赞 一时之间 气氛达到了高潮 王林笑眯眯的 看着女子说唱 喝着果子酒 这样的日子 她已经持续了一年多 时间不长 一个身子略胖的中年人 穿着厚布袄子 从后屋匆匆走出 快步来到王林身边 坐下后啊 殿小二连忙恭敬的 端上一壶酒 那中年胖子 立刻倒满杯子 一口喝尽 看了王林一眼 尴尬的说道 哎 王专官 这个 王林拿起酒壶 喝了一口后 笑道 李掌柜 今日 我可不是来收租子的 你放心就是 那中年胖子 立刻松了口气 裴笑道 哎 生意不好啊 您别看我现在这人不少 可是请这戏班子来 就花了我一大笔银子 哎 这个世道 买卖不好做呀 王林笑了笑 也不说话 而是安静的 看着戏 这中年胖子 姓李 叫什么 王林到现在还不知道 这人在两年前 找到王林 拿着此间店铺 抵押 苦苦哀求 借了二十两金子 一直到现在啊 这钱还没有还上 这店铺啊 现在已然 成为了王林所有 最近这一年呢 他看到王林 几乎天天都来 心里忐忑不安 时常过来探探口风 那戏子美目转动间呢 客栈内的这些汉子 纷纷喝彩 就在这时啊 从客栈外 传来一个 颇为猥亵的声音 哟 这小娘子唱得好啊 把我从城北给勾来了 你好 声音传来的 一刻走进一个 穿着灰色棉袍的老头 这老头的头发乱糟糟的 脸上青一块紫一块 在他的胸口一斤上 还印着几个大大的脚印 他一进来 立刻大声叫好 店小二眉头一照 各知道 哪来的叫发的 走开 今儿个没钱 说着 他上前就要推去 那老头眼睛一瞪 说道 你碰 你要敢碰我一下 我就倒事不起来了 老子今天是来听戏的 王林在看到那老头的瞬间 双目多年没有过的精芒 漠然一闪而过 这老头不是别人 正是六七年前 骗了王林一顿饭之人 坐在王林对面的客栈掌柜 那个中年胖子 立刻眉头一皱 站起身子 快步来到门口 一翻口袋摸了半天 最后拿出一个铜钱 扔给老头后 说道 那给你钱了 快走吧 真是晦气 老头拿着铜钱 用牙咬了一下 沾了一嘴的铜袖 咧嘴对那店小二笑道 嗯 是真的 比金子硬 看见了吗 还是你们掌柜的石像 哼 说着呀 他把手中铜钱一扔 落在了店小二手中 得意的说道 一壶茶水 随后 目光一扫 落在王林身上 走了过去 倒不是他认出了王林 而是此时客栈内 只有王林的桌子 就一个人 那店小二愣了一下 看了看手中铜钱 又看了看掌柜的 叫花子他见得多了 但看到铜钱 还要咬一下 并且拿到钱后 买茶水喝的 这还是头一个 中年胖子 脸上抽动了一下 一炉袖子 就要上去 把这老头扔出去 但就在这时 王林一抬手 说道 算了 中年胖子立刻一顿 犹豫了一下 嘀咕了几句 转身走向后屋 那老头黑黑一笑 看着王林 说道 你 刚说了一个字 他忽然一愣 直勾勾地盯着王林 仔细看了一会儿 这才脸露古怪之色 诧异地说道 是你 各位听友 您刚才收听到的 是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的 长篇玄幻修真小说 《鲜秘》 作者 耳根 演播 丸子 冯宝宝 后期制作 云漫 更多精彩 有声书 竟在 喜马拉雅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